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 前两天呢 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疯传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 那个视频呢 是有一位老人 当时这位老人有多大岁数呢 我不是很清楚 那个视频里面也没有交代 那这位老人呢 我是看到了她的这个出生日期啊 她是1914年出生的 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2017年去世的 也就是说她去世的时候呢 应该是103岁 那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她的一段讲话 我不知道她当时有多大岁数 我从她当时讲话的时候的 那个精气神来看呢 有可能会是在80岁左右吧 她当时的那一段讲话呢 她就说两件事情啊 我就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她说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她预测 中国的将来啊会不得了 中国将来会非常的强大 她说中国在什么时候会非常强大呢 她说我不妨预测一个准确的一年 她说我就预测说2020年的时候呢 中国一定会不得了 她说到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不在了 不知道她当时呢 那是哪一年她预测的 那她现在呢 就果然是她已经不在了 因为她1914年出生的嘛 到2020年对吧 都多大岁数了 所以她能够预见到 她自己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她预见的真是没错啊 2020年 中国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 那2020年呢 美国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 中国会是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威胁 其实中国不会威胁到她的霸权地位 中国会威胁到她的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 那从2020年开始呢 中国和美国就进行这个交锋 尤其是因为新冠肺炎 这个全球性的灾难的面前 显示出来了中国全方位的强大 从中国的经济实力 到中国的科技实力 到中国的治理能力 都显示出来了 中国比美国要优越 所以说2020年 那位老人预测的真准啊 好 这是一件事情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 这位老人在视频里面所讲述的 那这位老人在视频里面 还讲述了另外的一件事情 他说呢 他早年的时候 曾经去英国 那英国的朋友呢 就带他去大英博物馆 那到了大英博物馆一看呢 大英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东西可真多呀 收藏中国的东西都很多呀 然后英国方面呢 就跟他说 我们英国厉害不 我们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厉害不 我们收藏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古物 还有这么多中国的这些古物 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然后这回老人 当时他就说 他说你们英国人不厉害 我们中国才厉害呢 第一 我们中国的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中国的东西呢 肯定比你英国收藏的要多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 我们只收藏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会收藏 我们没有 我们从其他的国家去偷来 去抢来的东西 你确确实实展出了这么多的 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些东西 这些好东西 这些宝物 可是呢 这都是你们抢来的 这是非常不光彩的 有什么厉害的呀 这位老人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 他这两点 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为什么这段视频 能在中国人当中 现在是广泛的流传 也是因为这位老人 他在里面所讲的这些话 在此呢 再一次对这位老人 表示致敬 并且对这位老人 表示缅怀 西方的这些列强 英国到全世界去掠夺 去偷盗 去抢劫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我们把西方的这些国家 叫做西方列强 这一点都没错 西方也许会说 那都是他们的历史了 但是呢 他们现在呢 一天到晚的标榜着人权 可是呢 他们干的够大 却仍然还是强大的够大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 美国现在开始明抢了 美国开始不遮掩了 美国又恢复了 他强盗的本性了 昨天呢 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 他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报道了 这个报道是说 最近美国强行扣押了 马来西亚的一批货 一批手套 他的借口就是 马来西亚的一个手套公司 叫顶级手套 他们强迫劳动 所以把他们的货 就给他们扣押了 请注意啊 不仅仅扣押啊 这是充功了 就是没收了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事件里面 被扣货的这个公司呢 叫顶级手套 顶级手套现在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医疗手套生产的公司 那这个公司呢 是在1991年的时候 由一个叫林伟才的马来西亚的华人 创办的 对没错 林伟才 他是一个华人 他是195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新村 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也是马来西亚出生的 他的祖父母早年在1902年的时候来到了马来西亚 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呢 最初是经营一个橡胶园 我们从很多的影片当中 我们都能够看到 早期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中国人下南洋 到南洋去割橡胶 有些人就成为橡胶园的业主 那这位林伟才的祖父母 就是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份子 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南洋 我相信他们一开始也是去割橡胶 后来呢 就成了橡胶园的业主 那可以说林伟才呢 他应该说是一个富三代了吧 那他是1958年出生的 他在马来西亚上了大学本科 学的是物理 然后呢 他就去了美国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大学里面 获得了硕士学位 后来呢 他又去了美国俄克拉哈马州的一个大学呢 又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那后来呢 他就回到了马来西亚 1991年的时候 他就创办了这个顶级手套公司 现在呢 他的工厂走出马来西亚 开到了泰国 还开到了中国 然后他的手套呢 就卖往全世界 在这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包括美国 有他的经销中心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手套公司 那他占有的市场的份额呢 超过25% 占有26%的全球市场份额呀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最大的 很厉害 对不对 那他所拥有的员工呢 有2万多人 还有呢 他近些年 他还收购了一个安全套的公司 现在他还是在全球拥有 安全套的市场也有很大的份额 这老板林伟才以及他的公司呢 真的是做的是风生水起啊 但是呢 他的厄运就从2018年12月9号 英国的卫报的一个报道开始了 那2018年12月9号的时候呢 英国的卫报做了一个报道 就报道顶级手套在马来西亚的工厂 说这个工厂呢 给他列举了这么四大罪状 第一个罪状呢 是强迫工人加班 第二个罪状呢 是叫债务束缚 第三个是扣留工资 第四个是没收护照 这四大罪状 那在12月9号 英国卫报 做了这样一个报道呢 那这个顶级手套公司 他的这个股票应声下跌 12月10号 这个顶级手套呢 就赶紧就做出回应 第一呢 说是强迫加班的这件事情 他们说呢 所有的加班都是自愿的 我们不会强迫工人加班的 好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关于那些个费用的问题 工资收入啊 费用的问题 说他们这个工人呢 是通过劳务中介 来招募以及管理的 所以呢 给他们发工资 也不是我们直接发 所以如果说这里面 有这种工资方面的纠纷的话呢 也是那个劳务公司 好 这是2018年的这个事件 2019年这一年相安无事 那2020年的4月1号 又有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个媒体 这个媒体叫当今大马 他们又报道了 2020年的4月1号啊 当时呢 当时呢是疫情期间啊 全球都缺口罩 全球出现了口罩荒 那么这个顶级手套公司呢 他们就对他的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他们就开始生产口罩 那因为当时呢 口罩荒啊 他势必会出现有加班加点 那这个当今大马 他就报道说 说这个顶级手套呢 在这疫情期间 他们就允许他们的员工 每周工作七天 根本就不休息 而且呢 他们的工资会低于标准 好 这个报道一出来以后呢 这个顶级手套又赶紧出来回应 就说呢 这个工作时间的这个问题啊 是大家自愿的 而且呢 没有让大家一周工作七天 而是休息日的时候 是征集的志愿者 如果你想当志愿者的话呢 那你周末就来工作 如果你不想当志愿者的话呢 你就不来工作 因为这是疫情期间嘛 全球都缺这个口罩 大家呢 要共同努力 共克时间 来和全世界渡过这个难关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呢 这个顶级手套啊 可不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 上一次呢 出来解释一下 澄清一下 哎 那事就过去了 一年呢 是平安无事 可是 这一次 他们的厄运就开始了 因为美国盯上他了 那美国就在7月15号的时候呢 就下了一个禁令 这个禁令呢 就让美国所有的海关 停止进口顶级手套的手套 尽管当时美国也挺需要这个手套的 我估计美国应该是够用 不然的话他不会给他停了 那就停止进口他们的手套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NGO NGO就是非盈利组织啊 NGO和媒体报道说 这个顶级手套有强迫劳动的事 因为你们强迫劳动了 我们对强迫劳动是零容忍的 所以你们的产品我们不要 并且呢 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 让他们整改 哇 美国这一出动 这个顶级手套知道问题严重了 不是三个月吗 那是7月份 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这三个月 然后这个公司呢 就赶紧的整改 前面不是说吗 那些中介公司 不是雇用了这些外劳吗 之前的时候 顶级手套说 那是中介公司的事 中介公司呢 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回美国出来 美国说你这个产品 强迫劳动 你的产品我就不要了 然后现在呢 他们就出来说 有哪一些员工和中介之间 有这种资金的费用的 这个冲突 纠纷 然后呢 他们出来解决 然后他出来解决呢 会拿出来巨额的资金 对每一个尼泊尔的劳工 每人补偿1500美元 相当于当地的货币是 6223个令吉 然后给孟加拉的员工 每个人补偿4800美元 为什么他会不同呢 我相信可能是尼泊尔的 那个中介啊 盘剥他们员工的 可能盘剥的少 孟加拉的那个中介呢 可能盘剥员工的 可能盘剥的多 我相信这个顶级手套呢 给员工的工资 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会说呢 说尼泊尔我多给 孟加拉我少给 应该不会 那就这些补偿的支出 让这个公司付出了 1亿3600万令吉的 这个费用啊 这是在历史上 一次性补偿员工最多的 那到10月19号的时候呢 顶级手套就是宣布说呢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本来以为呢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美国的禁令打开了 然后就没事了 哎 结果没想到 2021年1月15号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第一狗腿子 加拿大就出来了 加拿大的一个广播公司 他们是通过 偷录的一个方式 就深入到了 顶级手套这个内部 对他们的工厂 对他们的员工宿舍 秘密的 录了一些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 在2021年1月15号的时候 在加拿大的广播公司 就放出来了 并且 对这个顶级手套公司 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 一些指控 主要就是说呢 这个顶级手套公司 对他们那些员工的 这个住宿条件 不好 这个住宿的地方呢 环境恶劣 比较拥挤 对工人 有很多的剥削 他们就透露的 采访的那员工 有不同的员工 就说 哎呀 这工厂怎么剥削我们 肯定能讲出来 好多故事 然后呢 就对他们进行 这么几方面的指控 第一个呢 就是债益劳动 之前也说债益劳动 不是很明白 这个债益劳动 是什么意思 第二是 欺骗性的招聘手段 这个就是那些中介了 对吧 欺骗性的 有可能说 哎呀 我们这个工厂 是多好多好多好啊 然后呢 来了以后 觉得又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欺骗性的 你要说到这个的话 欺骗性 我当年也是被欺骗 来到了加拿大 当时中介就告诉我们说 说你去了以后啊 那种理工科的人员 去了基本上一下飞机 一个礼拜之内 肯定能找到专业性的工作 所以当时我就以为呢 我下了飞机以后 七天之内 然后我老公就能找到 他专业性的工作 然后就能挣好多钱 我就成了这个家庭妇女了 就不用上班了 结果呢 完全不是那种回事 还一个礼拜 一个月你也找不到 七个月你也找不到 根本就找不到 专业性的工作 骗人 就是我被骗 能夹到加拿大的身上吗 不能啊 我不能愿加拿大骗了我 对不对 惩罚加拿大 让中国惩罚加拿大 你骗了我们的人 但是呢 加拿大就是说呢 说是顶级手套啊 欺骗性的招聘手段 这玩意儿工作机会 对吧 这个工作机会是宝贵的 不是说员工是宝贵的 现在走到哪都是一样 大家都是找不到工作 而不是说 哎呀 这些工厂都求着你来 对吧 应该不会 用不着欺骗的手段 招他们吧 但是呢 那些外劳公司呢 在他们当地有可能 因为你要从尼泊尔招一些劳工 到马来西亚 因为他是出国呀 一国他乡啊 有可能给一些欺骗的手段 但是那是中介公司了 然后呢 就是扣护照 扣护照这个 说是带的 在美国加拿大也都有 那种也是由中介 从中国招人的那种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呢 就是从中国招了好多工人 他们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这边有工厂呢 他到中国去招人 他到中国怎么招人啊 就是通过中介嘛 那中介就把他们给招来 在加拿大呢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中介给他们招来之后 就把他们的护照给扣住 为了防止他们会跑掉 会黑下来 我雇你来时让你来工作的 不是让你黑下来 到时候去申请什么难民啊 什么的 他就是那种方式嘛 那我相信什么尼泊尔的劳工 还有孟加拉的劳工 那个中介扣着他们护照 可能也是这个目的 好扣他们护照 然后呢 说是让他们加班加点的工作 然后呢 是宿舍的环境恶劣 还有一个呢 就是防疫措施不够 说这个工厂 它不是有两万多个员工吗 说这个工厂呢 有四千多人的感染 我问你这个也要追究 顶级手套的责任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追究 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责任啊 啊 美国确诊的更多 加拿大确诊的更多呀 对不对 一个两万多人的公司 确诊四千多 在美国可能也不算什么吧 好这是加拿大追究 他们的这个责任啊 那1月19号的时候呢 这个顶级手套 又赶紧出来灭火 然后就说呢 说我们的宿舍很好的 我们提供的这个住宿啊 食堂啊 这个环境啊 都是最好的 说你加拿大的这个媒体 这样报道 这是对我们的丑话 也是不真实的 就是有一点不买账了 对吧 那前面都解决了 咱们不能说他们为什么哈 反正我就是从报道上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事件的 他在处理的 他就是表示不买账 觉得有点冤枉 前面都拿了那么多钱 已经是补偿了那些员工了哈 好 这回厉害的可来了 加拿大的媒体 现在都报道了 好 三月份 三月29号 美国又出来了 美国下发一个通知 就通知美国所有的海关 请注意 所有的海关 然后就说呢 凡是见到顶级手套 他们的产品 一概都没收 充公 多厉害 原因就是你 强迫劳动 就全部都没收啊 这是不是强盗 这简直就是强盗嘛 你之前你说 我拒绝接受 对吧 我给你三个月的整改 那人家这公司还都不受损失 现在你把人家的货 给人扣了充公来 好 你美国一分钱都不用给 然后你就拿去 没收了以后 你就白使 这不是强盗吗 这下这个顶级手套 完了 这回又急了 这美国来争额的 又赶紧 又进行 说是纠正 那在4月16号的时候 说我们现在按照什么英国的一个道德贸易准则 里面有关于强迫劳动的11条的指标 说按照那个指标呢 我们全部已经都纠正了 而且呢 已经委托了英国的一个道德贸易公司 由他们来对我们进行审核 好 到4月26号的时候 经过这个公司的审核 说这顶级手套呢 都符合那11项的指标 也就是说呢 没有强制劳动 或者说已经没有了 经过整改已经没有了 这回应该是万事大吉了吧 对不对 没想到 这就是昨天马来西亚的网友给我转发的那个报道 前两天 结果呢 美国又扣了他们马来西亚的一批手套 这批手套是397万只手套 价值是51万8千美元啊 又给人家扣了 又充公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回马来西亚的这个顶级手套 可能是就没招了 这怎么办呀 该做的已经都做了呀 那还怎么招啊 不是英国的评估都已经做完了吗 那还怎么招呢 我现在我就认为美国为什么这么办 第一 就是抢 第二呢 抢货是其次的 是不是美国看上了这个顶级手套的公司啊 是不是想要这个公司啊 还是想要他的市场啊 我就把你给打下去 然后呢 市场归我 或者是我想要你的公司 就跟他以前想要法国的那个公司 阿尔斯通 结果呢 就想各种办法的 来打压这个阿尔斯通的公司 到最后 阿尔斯通呢 就低价卖给了美国 然后就行了 那我现在呢 想提醒的是 中国应该从这事 应该是敲一个警钟吧 这个美国他可会抢啊 之前他只是说 新疆棉花强迫劳动 我们不要你们的产品 中国可得小心啊 现在中国这个太阳能 他们美国又提出来 说中国这个太阳能产品啊 也是强迫劳动 因为这里面太阳能的产品 绝大部分世界上用的呢 都是中国生产的 可能能达到80%吧 然后呢 就是像世界出口的80%里面呢 有40%多都来自于新疆 说是来自于新疆的这产品呢 就是强迫劳动的 同时还有呢 即便不是在新疆生产 在内地生产的 说有的公司里面呢 也雇用了来自于新疆的工人 也都是强迫劳动 哎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用新疆人的公司 就是强迫劳动呢 新疆人难道不应该劳动吗 是不是 新疆人不应该劳动啊 你要认为新疆人不应该劳动 你们美国给他养起来了好吧 这是强盗啊 这就是强盗啊 找借口我就没收你啊 找借口我就抢你啊 中国可得小心啊 这强盗啊 明抢了就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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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